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离职就离职 别忘了把你的破烂都带走 不好意思啊 没看到 哎呀 你瞧我这记性 你这些犯案好像属于公司的财产 你不能带走 我祝你能一直这么嚣张风光下去 好 若南 你看 你终究还是斗不过我 小薇 站在这干什么呢 我让你打印的商家标志你打印了吗 还有商家对接的电话呢 怎么还不去联系 还没有 菲佳姐 我刚是叫若南 我不听理由 只看结果 今天下班之前把这些全部都给我做好 我要看的是成品 可 这不应该是我的工作 菲佳姐 我已经成功搞走若南了 你也变成部门经理了 是不是可以给我大项目负责了 你答应过我的 是吗 我怎么不记得了 菲佳姐 你 你什么你 既然你知道我现在是经理了 就请你认清自己的身份 我让你干什么 你就干什么 不要反驳和顶嘴 听话 好好干 这样我才能保证你在这个公司里过得平安 顺遂 你 孙悲佳 可谁能笑到最后 京董 关于公司业绩这一块 会由悲佳经理给您做一个详细的汇报 好的 悲佳 那我们现在大家可以看到 上个季度完成的营业额是三百块钱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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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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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